大家好 我是光哥 今天在江西老家打算去山里栽一点野果 现在野果就在全的这一棵树上面 看到没有很多黄色的 因为它是一个藤 爬在树上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树砍掉的话 才能栽到它 那现在的话 我就过去砍树了 可以 把树要栽到了 就在这里了 树砍掉两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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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这个是刚才的收获 大概有10个了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叫它八月瓜 或者有一个比较三熟的名字 叫做牛卵驼 这个的话其实是8月份吃的 按理说现在的话12月份就是已经是比较晚的月份了 能够大部分的话留在树上的这种野果都已经被鸟吃掉了 还有这么完整的 其实还是挺难得的 我给大家吃一个 这个的话 你就是其实它成熟了以后会自己炸开 里面的话就像百香果一样 就是有很多籽 籽之间的这些肉是可以吃的 是很甜的 特别特别甜 吃起来稍微有点麻烦 但是呢 会很好的零食 如果季节对的话 山上这一种野果特别特别多 好了 带着我们的战利品回家